智慧新秘15萬 儲在這 散落在24個信箱裡面 扣掉四分之一你們的賬單 其實算下來 其實儲儲也沒有多少 大部分都在1萬以下 來 請出題 研究審視 影響人覺得快樂的因素 跟人追求目標 還是積極生活有關 請搶答 來 陸下 積極生活 這兩個很像都能夠讓人快樂 追求目標的過程也很快樂 對 可是我覺得追求目標 很容易會有傷痛 因為打不到 對啊 我覺得還是享受在當下 會比較沉浸在那個快樂的感覺 積極生活 請介紹 掌聲鼓勵 很好 好 我們通常都會說 人生一定要有目標 你要努力的往你的目標去做追尋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已經很努力 但是以後沒有達到目標的時候 反而有時候會讓你的快樂指數下降 所以積極生活呢 其實有時候會比早學 我們的人生意義更加的重要 因為呢 當你參與在生活當中 生活 它就不再只是一個名詞 而是動詞 你切切實實的在活著 首先為你開箱 謝謝 六樓之六 六樓一樓 六樓之六的話 大概就是比較迷信的人 對 沒有 因為我 就是六六 開箱 很不錯耶 感覺不錯耶 謝謝你 對 再出下題 古語雲不禁一番寒徹骨 哪得梅花鋪鼻香 人在力經痛苦之後會更快樂 這是因為腦內非還是多巴胺影響的 請下答 張喜樂 居然是我 多巴胺法 對 就聽別人常常說多巴胺 可以讓人快樂 姐姐小了 耶 謝謝 耶 耶 沒關係啊 要跟大家說 其實呢 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 因為你會感覺到 幸福快樂 愉悅那樣的一個情緒 但腦內非很神奇喔 就像是呢 有時候我們運動 比如說你在跑步 你已經經歷到一個壯牆期 你覺得超累超不舒服 營養你多跑那100公尺下去的時候呢 你剛開始一定會先感受到痛苦 但是呢 你再來會有一種暢快淋漓的那種快感出現 為什麼 因為腦內非呢 就像是我們的體內 會自行生成的一種馬飛 就當我們感受到痛苦的時候 它會生成的這個腦內非 要讓你的這個痛苦的感受過去 讓你感受到愉悅跟舒服 所以它可以去鎮靜你那種痛苦的感受 因此呢 腦內非也會帶給我們快感 但是它是前提是先需要經過 一種痛苦的感受才能夠激發的 請出下一題 在大太陽底下 戴太陽眼鏡還是穿防曬袖套 比較容易會讓人保持心情愉快 請搶答 馬技康 戴太陽眼鏡 防曬袖套不好 因為有點累贅的感覺 因為太陽眼鏡戴起來很Fashion 然後讓別人滿滿 對 自己愉悅也讓別人愉悅 讓別人愉悅 對 然後看所有的世界 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 所以心情愉悅 請揭曉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人類的情緒很特別喔 就像是有一些人會說啊 如果呢 你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你假裝快樂 你會真的快樂 就是當我們真的做出微笑這個表情的時候呢 你的心情就會跟著好起來 那很有意思的是呢 當我們皺眉頭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真的覺得不太開心 所以呢 當外面有大太陽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很容易就會瞇起眼睛皺著眉頭 它就是會類似一種呢 感覺並不快樂的那個情緒 就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所以呢 你反而在大太陽底下戴上墨鏡 你的眼睛就會被遮光了嘛 所以你的眼睛就可以自然的放鬆 張開 眉頭也不會緊鎖 這個時候才比較不容易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來 那匹馬 六樓之三 六樓之三 看一下 只有四分之一有超過一萬 請出 謝謝你 神經科學家發現 旅行能夠讓人快樂的主因 可能與轉移生活重心 還是新鮮感刺激有關 請教大 張啟樂 都有可能 對 我覺得是轉移生活的重心 對 轉移生活重心 請介紹 又錯了 又錯了 我路上有一句話說 旅行就是從我去你的地方 到別人去你的地方 的確我們追追求旅行的時候 要的就是那一種去習慣化 我們希望到一個全新的地方 感受了那種新鮮感 而這新鮮感就容易造成我們大腦裡頭 有一種刺激 愉悅 開心的心情 所以其實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的人生在經歷了很多的 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次那種感覺 總是會讓你覺得特別的美味 而且會不斷地一直去回味它 如果你不去你的答案詞 你就別講了好不好 好 知道了 我也沒別的意思了 我了解了 誠哥 好...來 請出現 跟著研究泡熱水澡 還是沖冷水澡 可以幫助孤獨的人得到抑鬱的緩解 請搶納 都可以耶 蓮 來 蓮真玲 來 孤獨 為什麼強調孤獨的人 熱水澡 孤獨的人應該會需要溫暖對不對 我是... 因為我自己練完鞋 很喜歡泡熱水澡 所以... 妳是孤獨的人 我也不是 就是很放鬆 緩解那個... 緊繃的人 緩解一下緊繃的心情 熱水澡 請介紹 來 掌聲鼓勵加油 好 其實呢 孤獨有時候會讓我們感到心寒 而那一種呢 苦絮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呢 你會特別需要溫暖 所以的確喔 那一種的心理的情緒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理的反應 所以當你的內心感覺到 被這個社會排擠 不被接納的時候呢 只要給你一些溫暖的物品 你很容易就會打從內心 被療癒起來 可能是外套啊 或者是一個暖呼呼 熱騰騰的一杯水 或者是湯 或者是沖個熱水澡 其實都會好很多 在這裡是為什麼孤獨的人呢 特別喜歡沖熱水澡 而且呢 在洗熱水澡的時候呢 也會想要在裡頭 再待久一點 因為呢你會有一種感覺自己 被溫暖的接納 跟這個擁抱著的那種感受 所以為什麼 遠距離的戀愛不容易談 因為再多的濃情秘 都比不上隨時 就是地上的一杯溫開水 那就一直泡澡了 對 太兇了 出去 我們常常在泡澡 基本上一直要沖冷水澡 因為太激動了 你成熟一點 遠距離 請選擇 八樓之一 水塔邊 開箱 還可以 六圈 還有四十五秒 大概有四五題喔 請出下一題 一條例被列為 是世界遺產的城市 包含了佛羅倫斯 還是米蘭 請搶答 路下 是的 這個 佛羅斯 猜佛羅倫斯 我覺得這個滿大膽的 請你介紹 好 米蘭 當然它除了有時裝週之外 這邊的教堂 也是世界遺產 但是呢 比起佛羅倫斯 它呢除了是意大利統一之後呢 曾經的首都之外呢 同時也要告訴大家 其實佛羅倫斯 它整座城市 都被列為是世界遺產 因為這裡呢 是文藝復興八元之地 而且有很多的這個名人 都是出生於此 包含了 蛋丁啊 米克朗基羅啊 以及達溫西 其實都是佛羅倫斯人 這個地方呢 它值得被保存的 除了文化 還有商業 以及它同時也是當時的經濟重症 來 露夏 請選擇 七樓之三 在高額的獎金上面 還會是大獎 大數字 不知道 我就看到 剛好跟他對到眼了 剛好對到眼 相信我們有緣 這樣 你真的有緣 有緣 你真的很有緣 你什麼 賬單 我付別人 你付啊 張啟樂 你抽到他的賬單 很便宜 放心 便宜 很便宜的 香港來回機票 兩千零八十元 太便宜了吧 這麼便宜啊 可以嗎 他有這麼便宜嗎 應該都值吧 港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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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嗎 港幣嗎 港幣嗎 兩千多港幣 你計是多少 多少代表 換算一下 HD耶 七零八三 七零八三 我們錯個整數了 負債耶 就七千好不好 錯個整數 好 當然錯整數了 好 七千 那就歸零了 對啊 再見 沒關係 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快樂 請出家裡 謝謝 麻雞糕 食物被炸到焦苦 你吃過 有 就是我們講 希望你是對的 請介紹 好 現在很多人喜歡吃 可是你知道麻雞 在台灣的早期啊 因為這經濟條件都不允許喔 所以呢 其實沒有辦法放蚵仔 或者是肉這麼貴的配料在裡頭 早期呢 都是菜茶 就是呢 它裡面用高麗菜啊 韭菜啊 然後外坨裹了這個麵糊 下去用豬油油炸 而且啊 這個豬油喔 又常常呢 炸得比較久 捨不得壞 所以呢 炸酒想讓它有酥脆的口感呢 就會變得焦焦黑黑的 因此我們稱之為 那 那 它其實是發源自嘉義喔 所以呢 大家如果更想要了解一些嘉義過去的傳統背景 跟歷史的話 在東森呢 這邊呢 十一月的時候呢 要播出一個呢 以嘉義為這個背景的一個職人劇 而且這部職人劇呢 它是有這個科書員還有韓語等 非常多實力派大咖 共同一起來演繹的喔 所以歡迎大家呢 在這個十一月初 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鐘 一定要盡情鎖定我們的 東森超市三十三頻道 來 馬忌康 請選擇 八樓最六 頂樓加蓋 開箱 五千 恭喜 林思雨 對啊 林思雨跟我一起玩 敘事待發 好 盡量大家一起好 好不好 好 我休息捲起來 沒有什麼參與感 我也覺得 請選擇 柔柔的基本精神 精力善又無是指 全力追求勝利 還是發揮自己的優點 請搶答 露 下 露 下 這個回答 發揮自己優點 猜 所以猜這個啦 全力追求勝利 哪一個比賽不在追求勝利 是啊 我覺得發揮自己優點是對的 應該沒什麼問題 請選擇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林思雨補充一下 就是 樓道就是 精力善又是善又你的精力 在正確的事情上面 比如說 不要用樓道去打架 就是要 好好在正確練習上面 然後 自他功能 就是當你拿到這份榮耀的時候 你要感謝旁邊 陪你練的人 老師或是榻榻米 就是我們練習的場地 榻榻米也要改善它 因為有這個場地讓我們練習 就是你要感謝身邊的人事物都要 這是樓道的精神 陸下 來 好 賺錢了 好好找找帳單在哪裡 來 沒關係 好 五樓之四 漂亮 你的靈感真不錯 沒有 我聽你的話 離他遠一點 開箱 兩千元 恭喜 二十四秒 大概就三題 之類的 來 請出題 在香港騎腳踏車 要注意不能夠在郊野公園騎 還是未成年不能夠在路上騎 請請請 魏妙妙 我最近有在騎腳踏車 我覺得是 三 不能在郊野公園騎 可是郊野公園 沒什麼人 為什麼那邊不能騎 我滿常看公園就是禁止騎腳踏車 是真的 保護地方 到台灣也是滿多地方 大概是零公園 對 都不能騎進去的 不能嗎 可能是被保護的一些四人 對啊 給人走的 或是寵物啊 什麼的 不能在郊野公園騎 請介紹 真的是耶 問我 好 這個在香港的法律 任何人呢 除非你獲得了總監的認可 否則不能夠在郊野公園 以及他附近周邊的一些特別區 來騎乘腳踏車 那兒童如果要騎腳踏車的話呢 也必須要有他的父母 或是監護人的同意 如果他未滿十一歲的話呢 更是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陪同 才比較適合騎車上路 來 魏妙妙 請請請 還有 八樓之三 封箱 三千元 開舟 數秒是不是正義題了 加油 請請請 現在 yn愛透過社群平台 來分享開心的事情 會讓看的人感到更快樂 還是更憂鬱 請搶答 魏妙妙 我有寫更有語 魏妙 就是我剛好有一首歌叫做 社群症候群 然後就是在講說 大家都在社群分享 自己好的那一面的時候 其實是在 只是把自己好的一面 秀給大家看 但是內心世界可能很空虛 這種秀喔 其實人家看得不舒服 對 就有時候會抱這一種 羨慕或者是覺得人家的生活 過得比自己好 然後反而會一直在那個 的循環當中 我覺得 對 更憂鬱 請舉腳 為什麼 因為通常我們都只會 把自己最光鮮亮麗的一面 呈現在我們的社群軟體上面 那人很容易在看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 就會覺得為什麼別人 都吃好喝好住好 然後他的老公都特別的帥 而且又對他特別的好 對比我好像什麼都不如人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更容易越看越憂鬱 所以有時候適度地 遠離社群軟體 反而是讓你的心情 會更正向地開始 魏淼淼 來 六樓之五 妳憂鬱嗎 不會 我很快樂 獎金多一點 更快樂 哇 好快樂 最後一題 獎落誰家 謝伊朱莉 根據研究建議 多次三天的小旅行 還是一次三十天的長途旅行 會讓人更開心 請挑答 有嗎 林茨儀這次你真的按慢了 林茨儀這次你真的按慢了 那0.2秒 好 來 那匹馬 多次三天小旅行 一次三十天不行 一次三十天到最後就疲乏了 CP值降低 也累了 冰皮馬困 笑了 我喜歡你的態度 自己跌下 好 我們剛剛不就已經說了嗎 旅遊我們追求的就是一種新鮮感 那我在那邊住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還新鮮嗎 那那個地方就已經變得 好像已經逐漸熟悉了嘛 而且出去旅遊一次去三十天 有時候還挺累的 所以還不如是把你的假期 分成多次三天的小旅行 每一次出去都玩得 剛好恰到好處 然後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會讓你一直保持那種 新鮮感跟憧憬 來 那匹馬 來 五樓之一 開箱 一萬 太棒了 你今天應該 林茨儀這次 靈感非常好耶 結束了 馬忌康兩萬九千元 陸下兩千元 林茨儀真的稍微手速慢了一點 好... 目前淡薄名利 連身零六千元 魏妙儀一萬三千元 張其樂不知道為什麼 好 也正常啦 好 我希望你再加油 目前兩個領先的是 兩萬九的馬忌康 跟魏妙如的一萬三 掌聲鼓勵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 快點來訂閱